Hello,大家好,我是Ian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每周跟你聊一聊房地产投资 今天大家看一个我们刚刚完工的房子 就是我后面这个 走吧 没有看过前几期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你点击这个链接 看一下之前的房子的状况 就是在我们修好之前的 现在修的部分已经都做完了 院子也做了一些清理 之前呢这个地方 这些植物长的就是非常茂盛 我们把它整个就整个修剪了一遍 这个房子是在一个山坡上 后面的view非常好 之前呢这个靠侧面这一块fence 就比较老旧了 我们把它重新做了一下 就有一个楼梯去到楼下 去到楼下 去到院子里面 这院子这一层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上面就是主层的这个deck非常好 我带大家上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很不错的view 这是在一个山山顶上吧 可以看到山下面的景色 所以西雅图的这个夏天是非常舒服的 各种各种植物 然后也可以看出去很远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远处的山呢 好像从镜头里面看的不是太清楚 这个地方也很安静 这个地方比较比较private 就它旁边只有一个邻居 旁边只有一户人家 因为这是在一个dead end 旁边只有一户人家 然后又中间有很多树 所以也基本上这个不会 不平衡到任何隐私 进来一下 这是厨房和餐厅 厨房呢 因为原来的厨柜的状态还不错 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这个倒台的部分 原来的那个柜子 实际上是跟其他厨房 其他位置的柜子是匹配的 但是它柜子坏掉了 当时坏掉了 我们就把它换了新的 这边是一间很大的客厅 壁炉 然后这个是进门的走廊 这边是四间卧室 楼上有四间卧室 这是小一点的 第二间 第三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卫生间 再往里面是主卧 再往里面是主卧 主卧也有一个不错的楼 这个窗户看出去 也是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山下 这边有一个walk-in的closet 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这边 这边是餐厅和厨房 这房子面积蛮大的 总共大概有四千尺的样子 这边过来是utility room 这一个小的这种utility sink 然后washer and dryer 放在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也是一个带淋浴的卫生间 这个淋浴呢 我们其实没有浴缸 没有完全换新 之前的浴缸装 它还可以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旧 我们就做了这种叫浴缸的refinish 他们就找人重新refinish一下 这个做出来效果其实蛮不错的 跟新的也没什么两样 然后又省事一些 这边就是车库了 然后这里可以下到下面这一层 下面这一层实际上它算是basement吧 就是叫walk-out basement 这个地方是可以出到后院的 然后这边呢是有第二个小厨房 这边也是很大的一个亭 下面比上面小一点但小不了太多 这一间房实际上是可以作为卧室啊 或者是作为办公室 其实也还可以 也可以 那楼下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洗衣房 这里面是utility room 这里面是utility room 这房子比较大 所以它有两套这个热水 两套water heater 这里面有一个卧室间 这个浴缸也是重新重新做了 重新做了这个翻新 我们没有换 就同一做翻新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 看着跟新的一样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是很大的一个房间 在这里面还有一间房间 这个房子就是房间 房间特别多 但其实这些也不知道干嘛用 这间房可能做个 可能是把它做成这个健身房什么的 应该还不错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再稍微做一下清洁 因为装修了 会上面有一些浮灰 做一下清洁之后 就可以摆上staging 然后就可以上市了 对这楼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是second kitchen secondary kitchen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的很fancy 就只做了下柜 上柜的话就没有做 然后摆了一些架子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 可以看到微波炉这边墙有通风管道 所以两边的这个屋顶高度不一样 如果做柜的话 会看起来有点别扭 在微波炉这边确实也是比较低 所以做出来效果也不会太好看 再有因为它是这个厨房二号 所以不需要做的太太多的柜子 所以我们就简化了一些 好今天就跟大家更新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也欢迎你点赞订阅支持我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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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